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技能展示 你想展示你的什么 这个你还真把我问到 想展示什么东西 展示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热爱 就是我还是想回到你 做直播的那段经历当中 因为我看到刘群给你留灯了 可你刚才表达出的就是 我不想做这行 我觉得没有时间跟家人交流 然后也不喜欢那种工作当中 跟观众打交道的方式 可能我做的那个直播 就是说是 他就是一个纯才艺主播 因为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人傻的那种 一放音乐人家说 主播你是干嘛的呀 我说我是跳舞的 他说他跳一段呗 我人家还没刷礼物呢 我穿了一下就跟人家跳完 跳完说跳得好再来一个呗 我又跳了 刘群你觉得他傻吗 倒挺实在吧 你留灯的原因是什么 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人家第一环节的时候 我特意问了这个 他强烈地给我的感觉 就是强烈地表现出 我不想再做这个了 对 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 就是之前的这段经历 我是自己播的 我没有家公司那些 对 因为我能感觉到 因为像你喜欢这些传统的文化 你包括汉服 其实它都是可以生成一些自媒体内容的 其实通过内容这块 能让自己走得更长远 然后包括配合着直播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舞跳的是真的好 我也认同 特别好 就是干这件事觉得就是适合你 我觉得其实可能之前的平台 或者是公司不是特别专业 然后可能你会有点抵触 但其实你是可以吃这碗饭 而且你还当过舞蹈学校的老师 又进修过 都是相关的 我跟你说他很少夸人 谢谢 我就怕你再让我跳一遍 我忘了 没事 你可以再跳别的 你是够实在的 我是急性发挥的 如果说让你去做带货主播 你愿意吗 就不要那么长时间 比如说空着站 五个小时左右 四五个小时每天 能挣多钱啊 这我也不知道 带货时间也够长时间 很真实 我稍微给他一点建议好了 你看你会跳舞 对吧 然后也直播过 有展示能力 又想做销售 然后又有珠宝的一些背景 然后对服装也感兴趣 然后又希望时间自由一点 如果把这些要素加到一起 你就是一个用娱乐的方式 获得流量 后面做带货的一个主播 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可选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看你这个工作经历啊 从2013年到现在 已经有八年的工作经历了 但是我看你的求职意向是销售 但是我想从你这个身上 再发掘一些 比如说对新项目的那个策划运营 包括这个操盘的驾驭能力 我没有干过 但是你愿意带我的话 我可能愿意尝试 我跟你说 我刚才不同意那个立强说的 什么你八年了不能老做销售 做销售咋的了 立强 我觉得其实做销售蛮好的 但是我们也这里边 也有销售的岗位 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北京 咱们继续踏踏实实做销售对吧 销售也蛮赚钱的 对不对 来列拼吧 跟我走 接待你 稍等 我看任一名有点反对 你同意跟朱家英走吗 我是不同意啊 因为我看了半天了 张蕊 我觉得你整体的想象空间 完全我们能符合 因为第一个服装想象 我们有 第二个你才艺主播也可以实现 第三个我觉得可能销售 他们是比较初级的 那我们对的可能都是 更高精致的人群 完全符合你成长的空间 你可以选择我们啊 人设拍 张蕊 我得这个时候站出来 给你设点障碍了 我到目前为止 说实话 你只是在珠宝店做过一段时间的销售 我不了解刚才出现的企业家们 纷纷认可你 并且想抢你 他们是看到了你身上什么样的销售技能 或者是具体的业绩呢 我也想问问刚才各位企业家 你们看到了他身上的什么 我们也要人间清醒 好 张蕊 就把你的汉服 卖给咱们的朱家英 朱老师 首先呢 我觉得黑白色 特别符合您的气质 因为太花色的东西 体现不出来您的高贵 然后这款的花呢 也是非常贵气的 更能体现出您女人之间的那种 更大气的魅力 哎呀 家英啊 你可别听她的 现在这些销售的小姑娘 我跟你说一个个的 就跟人精似的 她们可是人间清醒 你怎么适合穿汉服呢 咱们走到公司里头 咱们要代表的是什么 公司的形象 还要代表咱们作为 非你莫属这个节目 企业家的一种气质 再说了 黑白派谁说高贵啊 对不对 黑白派 你要到一些场合的话 你接触一些外国的企业家的话 人家会觉得你别有用意 你也不要听她的 我跟你说老看外国人干嘛呀 要让她们穿我们中国的东西 那你跟我说清楚 你说朱家英到底怎么适合 你从我这个方向看 她腿很长嘛 然后她呢 肩膀也很摘像 那她腰肯定也很细 中国 我这一块衣服呢 特别能显出腰身 还有臀围和腿 家英是一个内敛的人 差不多了 家英你可以点评一下 其实我喜欢她在哪转呢 你有一个应对 这个现场应对是说 我不是在附和你 我可以主动地去表达我的观点 因为很多时候我是觉得 你的价值体现就在于 你真的是受卖了你自己 他的亲和力是很好的 对 然后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我就是要一直跟你讲 我觉得唯一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场景带入了 不管大卫老师怎么样 其实你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 对 其实你更应该说 你先稍等 让我跟 比如说跟我的客户 跟我的顾客把这个对话进行完 那我会给你更加分 我给你